韩国古代诗人许云说过 甘胆美香照 冰湖应寒月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们 怀着友好交往的普述愿望 开启了中韩合作交流的大门 今天我们共建中韩产业园 是历史的延续 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今天是农历的正月二十二 按照中国传统 不出正月都是年 这次我们到韩国 可以说是寄允草语串门温好 送上新年的祝福 加薪彼此的勇 同时也是再次来介绍一下 中韩燕台产业园的新形势和新政策 记得去年的3月14号 也是在这个景点 在山东省政府组织的山东省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上 也是由我来做了 贸易试验区 烟台是其中三个区片之一 我们真诚期待与韩国朋友分享烟台转型发展的重大商机 烟台作为中国政府批准的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中和试验区 三个核心区之一 正在企业推进 传统产业转发展 中韩国经贸合作与美国交流会上的一类 对于中国的一类 对于中国的一类 对于亚洲 产业的一类 产业的一类 对于产业的一类 对于产业的一类 产业的一类 产业的一类 对于产业的一类 产业的一类 那椅子股料精和香港人對的技能 也也那些可以做到工作 把水nio的依革收回枚 有一些提供他們做入產品 發展的一塊性 是會市場 Sah協會 參與華業和博物議員 输入了一些,一個會議 每個都 Zac Parliament 本身的 grâce 和中國和博物議員 相互互相互國精調 Doissant 一件事象的話 位在 worked Москв家 更多质特的中国企业 서로保护的方向 各种方向的企业 其他企业和企业的企业 2018年11月 高中省政府正式批付 中华业代产业建设计 事实方案明确了 总体要求 规划布局 主要任务 重点产业和政策措施 国家和省明确提出 产业园承担着 全面开放新科技的示范区 中韩对接发展战略 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先行区 中韩地华经济合作 和高单产业合作 新高地的重要职能 作为第一个照顾年财的 国家及国际合作园区 我们始终讲 中韩的产业园 作为对深化对韩合作 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刷手 过期以来 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政策研究 英文交流等各项工作 全面开展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们理顺了 产业园关系体制 机制设立了 产业园建设推进办法国委会 产业园三个片区 正式挂牌运营 成立全国首要 中韩产业园发展研究中心 成功举办中韩产业合作峰会等活动 2018年全市新批韩资项目66点 实际使用韩资2.1亿美元 对韩贸易额近500亿元 维华面积 十平黄公里 原区内 宇宙企业120家 其中世界500强企业 有一本的一层总 汉国独裁量奖 汉子企业包括正式五流 样广特殊港等十多家 简介于外籍企业总数的 百分之五十五 台北重点发展 生命科学 形态技术 高带装备制造 在生命科学方面 重点发展生物医药 医药机器 健康养老三个方面 生物医药方面 重点发展 新型抗体药物 新型免疫势量等 产品的生产销售 医药器械方面 临床行态设备 四肢 银工呼吸器 鸭管设备 抗腹及养疗器械等 裁定存在手术 至于能源机舌 我们将重点发展 变动机出动器 变速器 插动器 变速器 变速场 逆变器 和正硅器等 裡头 地主兰医药 颜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